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文之音 我是黄丽杰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两NG 台湾对外采购疫苗除了政府出面 由于最近疫情严峻 企业团体也主动帮忙 台积电和鸿海永龄基金会在政府授权下代表政府 洽谈购买个500万剂的辉瑞BMT德国原厂的COVID-19疫苗 但中国大陆国台办则表示 希望台湾各方和代理商上海复兴医药集团洽购疫苗 为何如此表态 还有中国大陆安排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来施打疫苗 有哪些规定呢 另外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在7月1号就满百年 那么在北京相关景点还有预计举办党庆的天安门广场 有哪些安排围绕建党百年氛围 我们连线中央社助北京记者庙宗翰带来他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宗翰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先谈到疫苗这个交定议题 一年多来其实台湾控制疫情得当 不过就从5月开始本土疫情就快速蔓延 由于政府对外采购疫苗从3月起分批 进来数量并不多 民间就开始积极主动协助来洽购 那么我们政府一开始强调给予疫苗的安全考量 那么是由国家来采购也表示过程不无中国大陆阻挠 不过就在6月18号的时候 由我们的行政院来宣布授权的海基电 鸿海各买500万剂的BMT疫苗 直送台湾捐给政府 观察到中国大陆国台办在当天好像就表达 希望台湾各方跟代理商就是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洽购疫苗 而又回到卫生部长知识中在18号当天表示 这两家公司各有管道 虽然困难重重 不过我们的政府会协助 一起来排除困难 希望都能够成功 只要能够取得德国BMT原厂授权疫苗一定进得来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国台办案立场 希望跟这个代理商来洽购 是不是显示中国大陆也可以协助 不过这协助的方式 是不是有某些考量是政治吗 或怎么样 他主要当天的谈话内容是有哪些呢 宗翰 好 我们看到在这个行政院宣布 就是委托这个台积电以及这个永连基金会 来这个采购BNT疫苗的当天呢 那国台办是在当天的傍晚发布了这个新闻稿 表示说呢还是要透过这个上海复兴集团 他们代理的这个BNT疫苗 那必须要透过上海复兴来进行采购 他这边呢他就特别强调说 这个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呢 他是参与研发并且拥有BNT在中国大陆 还有港澳台的独家商业权益 目前看起来呢国台办是透过就是这种商业模式的行为 去强调他是具有这个代理权的 那你不可以逾越代理的这个权限 来直接跟德国原厂采购 那当然这个细节呢就必须要关乎于就是实际上 他的这个商业合约是怎么样去签订的 那这个部分呢外界呢目前还不得而知 那他这边呢就特别强调说 希望台湾的县市民间各方与复兴公司 依照正常商业规则早日达成疫苗洽购协定 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还是去强调这个商业的一个规范 那另外呢对于台湾的期望去进行采购的部分呢 这个国台办呢还是去强调说呢 台湾所提出这个国际采购合约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 是错误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目前所强调的这一套模式呢 可能比较接近于是关乎代理权的这一套架控 他是用这一个模式来去做陈述的 好非常谢谢宗翰带给我们在北京的观察 中国到了国台办 那么在18号当天 也就是我们的行政院宣布授权台积电 还有鸿海购买500万剂的BMT疫苗 他们所持的一些观点 认为透过他的代理上 应该是可以来洽购这个疫苗的 而也指出台湾的一些采购模式 可能是有一些错误或问题的 我想目前我们的台积电 还有鸿海就用零基金会呢 应该是寻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洽购相关的疫苗 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持续关注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施打疫苗了 我们知道台湾接种疫苗分类别因顺序来开打 那么除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优先施打之外 我目前大概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 是主要接种对象哦 而看到中国大陆在年初就开始施打 这个疫苗 那么当时他们也说会安排在中国大陆台湾民众施打 之前在节目当中 宗翰也有告诉我们 也观察到 在最近呢 的确是有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经商 或者是说在当地工作 或说念书可能就来施打 那么我们看到有些媒体报道 最近也有些台湾民众还前往中国大陆来接种哦 但是中国大陆在有关施打地点安排 就是台湾民众要去施打疫苗的话 是怎样做安排在哪里打呢 还有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检疫隔离 这规定是不是已经有出来的 而且还很明确的呢 我想也提醒我们两岸的听众朋友 大家能够了解也能够遵守 好 那中国大陆这一边呢 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宣布说这个开放台湾民众 在中国大陆接种疫苗 那目前在中国大陆接种的状况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接种 中国大陆自制的疫苗 目前其他的这些国家的疫苗呢 在中国大陆是没有接种的一个情况的 那在台湾五月中旬的时候 发了本土疫情之后呢 在这边的一些台湾民众 当然也就开始有更多人 比如说他有回台需求的 那有一些人他就在这边开始会去接种 那这个接种点呢 除了这个学校或者是这些企业 他们会安排之外 那其实很多就是你所居住的社区附近呢 都会有这种属于社区的一个接种点 那接种点还是会区分的 就是有的接种点 他如果比较小的 比较local的 那种真的是在社区里面的那种接种点的话呢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帮这个台湾人 或者是境外人士来接种 那有的呢 你就是必须要跑到附近的 可能是属于那个区域的 比较大型的接种点来接种 那这个是目前这边的一个接种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呢 国台办是在6月11号的时候 破获一个新闻稿的形式呢 来表示说 如果台湾民众搭乘民航客运班机附录 可以在严格执行入境防疫规定 自愿执行同意前提下 按照有关政策在中国大陆接种疫苗 那这个前提非常明确哦 就是他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入境防疫规定 那这一点呢 其实就是你进来 并不能说我直接在机场就接种 然后接种完 我就不入境直接离开 没有 就是你只要一进到机场 你就是要符合这个入境点的这个隔离规定 以北京为例 你只要进来就是21天的集中隔离 那当然这个6月11号呢 这个新闻稿公布之后 那在这个社群平台啦 或者是很多这个网络上面呢 就有相关的讨论 那很多的这个谣言也都开始传出来 包含我刚刚提到的那种情况 很多的这种谣传啊 就说现在这个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 台湾人比较多的这些城市 它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 可以在直接在机场接种等等 那很快的呢 在上一周的这个国台办的记者会上面呢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呢 就否认了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呢有蛮多陆媒也在询问说 是不是会开放这种便利性 或者这个便捷通道 就是让台湾民众呢 在不用入境的情况下 不用隔离的情况下 直接在机场来接种疫苗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离开 那但是呢 马晓光的说法呢 是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 基本上挂一漏万啦 只要有一个人是有状况的 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防疫的破口 而且是变成是不可追踪的 那尤其你在机场接种的话呢 这个接种的时间 一定会拉得比较长嘛 是 那而且呢还必须要观察等等 那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 这是不可行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总体来看呢 目前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人 在路接种疫苗的政策 其实跟4月一样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那6月11号的这个表态呢 它也就只是单纯的一个表态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 你当然是可以到中国大陆来接种疫苗 但是一样必须要完成隔离 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呢 薪则14天 那像北京这样比较严格的 是集中隔离21天 然后呢在这边呢 两剂疫苗中间间隔也是21天 所以如果真的要到中国大陆接种疫苗 其实前后加起来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再加上回台隔离的14天 所以呢 那个时间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实际上真的跑到中国大陆 只为接种疫苗而来的人 就这个旅行业者 他们的经验 其实是几乎没有的 大部分都还是因为要来工作 所以呢 我就顺便来接种疫苗 有的可能过去一年 他有业务在这边 但是他都没有过来 他可能趁这个时间点过来 这样子的状况是有的 那认识的一些旅行业者也谈言 他说如果真的有时间 跟有那样子的金钱 可以这样接种疫苗的人 他也不会选择到中国大陆接种疫苗 很多跑到美国去接种疫苗的 这样子的族群是有的 好 非常谢谢宗翰 特别跟旅行业者来了解 是不是有台湾的民众 前往中国大陆去施打疫苗 钢体到美国施打疫苗 还是免费的呢 而且接种点是不一样 当然中国大陆为了避免防疫有破口 所以出现所谓的在机场接种 在台湾我们来看 是所谓的这个错假讯息 可能就是一个假讯息 那么国台办也在6月11号的时候 特别把这个相关规定 再做了一些说明 而在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中方社助北京记者妙宗翰 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先带我们一起关心 在台湾方面呢 由于这个疫苗短缺 政府呢也是积极在恰购 但是企业团体也一起来帮忙 而中国大陆也说是可以透过 他们的代理商来协助恰购 有关BMT疫苗 那么到底这个模式是如何 我们是不是很顺利呢 未来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就要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中共建党百年7月1号 即将到来 那么相关的一些庆祝活动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展开 稍后北京有一些特殊的点 是可以来做一些近距离的观察的 那么到底有哪些 我们稍后节目后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我们节目持续连线 中央涉助北京记者 秒钟翰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心 跟探讨的议题 就是7月1号就是中共建党百年 记得上次大概6月7号 跟钟翰里连线 就已经谈到 这个中共围绕党庆 在所谓的革命圣地 推这个红色旅游 目的在认识也重温党 如何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在那次我们谈的是 具有党领导的 这个承先启后的陕西延安 现在我们来拉回北京 在北京的孔庙 如果说以这个点来看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之前 文化大革命在这里 应该留下了一些痕迹吧 那么这样的记忆 是不是还能够被唤醒 好 其实就在中国大陆 年初本土疫情过了之后 那在经过3月份 两会的这个政治高峰 热潮之后呢 北京这一边的整个 旅游的热度也都上来了 特别是北京又是政治中心 那它绝对也是 目前这个红色旅游团 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呢 在北京这一边的 这个红色景点呢 那每一天都 人潮非常的众多 包含什么 香山革命纪念馆等等 那当然这一些旅行团 到了北京不可能只去这一些红色景点 还是会去走访 其他的这些名胜 在这个北京城内呢 在结合 比如说现在他们在推行的这个中华文化等等 那北京孔庙呢 也是这个其中一个旅游的一个重点之一 那平日去呢 其实都还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 学生的参访团 那甚至于呢 是这一种 看得出来可能是从外地过来的这一些 党员的这种参访团 那其实有些讽刺的就是说 北京孔庙 那经过文革的一个破坏 到后来呢 它把它重新的再修复 然后现在呢 还是这样在开放 但是呢 在这个建党百年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 从各地来的这些旅游团 它拿着中共的党旗 然后在这个北京孔庙里面来拍照 可能很多的这种机关团体出去 要必须要和销啊等等 还要照片为证嘛 这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这个场景呢 是讽刺的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回溯 到将近五六十年前啊 文革的时候 那个现场 那个时候 这个红卫兵的这个打砸抢啊 把北京的这个口庙破坏的一个情况 那对比现在呢 就是它是一个北极境官方 来维护的一个历史名正经典 然后呢 同样呢 这个来自各地的 可能是共青团也好 或者是这些党组织也好 到这个当地来参观 如果我们把它跟历史去做一个对照 其实是很有趣的 就仿佛当年的那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其实这个也有点体现就是现在的一个官方论述 我们之前有谈到了 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包含 他们现在有新编的这个党史 那里面呢 关于文革的错误的这个篇幅呢 也都相对的缩小了 那就是 显示官方其实是在淡华这方面的记忆的 当年 破四旧 历四星 那到现在呢 开始这个推崇 传统中华文化 但是 所谓的传统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 这个论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话语权都还是讲迫在官方的手上 好 这个文革对中国大陆来说 就中国共产党来说 或许是疮痛也很难认错 但是 现在 如果能够呢 很务实的面对自我来做反思 我想 或许也是中国大陆民众所期待的 好 提到这个呢 还有一个点呢 或许也可以来做一些观察 事实上宗汉也特别前往当地来观察 应该也是可以来看出中国大陆怎么样来处理中国共产党 他们建党所走过 对于党的领导 他们在民众当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提到这个毛泽东 他1921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 而在1927到1949年间 他也成为第一次国共立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 还有第二次国共内战主要参与者 相信他在共产党具有相当重要分量 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台湾的民众 有机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印象很深刻 因为会有这弱大的肖像 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纪念堂 在这一系列党庆国共当中 是不是也在规划之列呢 这个部分的话 怎么样观察 最近民众是不是也特别前往这个地方 来做一些过去历史的回顾呢 事实上这个毛泽东纪念堂 它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那特别它又是在这个北京天安门广场 中轴线上 那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面 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被非常非常重视 可以说是它的历史建筑也好 或者是说它对于这一个领导人的极其的尊崇 特别在当然建党百年 对于这个毛的推崇 那绝对是被制的 包含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新版的中共简史 一定在毛泽东的这个篇幅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呢 每一天我们也看到它是有非常多的游客的过去制议 那么它这个纪念堂本身呢 基本上你要去参观等等 它都是这个预约制的 那基本上它就有平日这个上午的时间会开放 然后要经过重重安检啊等等 那才能够进去 那我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去的 就我自己的观察呢 会到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去参观制议的 这个中国大陆民众呢 大多数还是以这个五六十岁以上的族群为主 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激进是宗教式的崇拜 这个对着毛泽东的这个塑像 来自于他的这个遗体 这种双手助导啊等等 你可以看到就是即便像在中共这样子的一个体制 他强调他是无神论 但是呢这种对于中共而言 或者对于现在的中国大陆民众而言 毛泽东他的一个形象 其实已经近乎是像这种神奇 神旨这样子的一个崇拜了 对于神明的一个崇拜了 那很好玩的是 在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参观结束之后出来 他有这种礼品纪念品的卖部 那里面呢就有很多这种毛泽东的塑像的这个挂饰啊等等 那我们常常可以在比如说这个计程车 或者是一般民众的这些车上 你就可以看到 像台湾人会挂个什么永保安康的这个平安服啊 在这个车前这个车内后照镜的地方 挂一些这种 但是呢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最多的呢 就是挂着毛泽东的塑像 挂着 这种已经是近乎 神格 像是宗教一样的传败了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中共建党百年以来 一直到现在 他的影响力还是不断的深入在这个民间当中的 那更别提近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毛祖 这一种保守派 中共内部保守派的这些势力呢 他其实一直在蠢蠢欲动 我们可以说 或许有一些这个官方背后的这个真一只眼 逼一只眼或支持 但不论如何在目前中共面对了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种对外关系相对来讲是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过去带领中共披荆斩棘这样子的一个毛主席的形象 如今呢确实是又再度的被唤醒 而且受到很多的这种基层民众的崇拜 好这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呢 我想是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不可撼动的 那么民众呢尊崇这个领导 那么在今年以来在五月份的时候 松翰呢特别前往观察发现呢 那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些世代的民众呢 他们会前往致意哦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年轻世代会不会去呢 其实我们关注中国大陆领导人呢 一代传承一代哦 当然对于习近平他的作为 也有些人会来做一些比较 是不是跟毛泽东走的路非常的相近呢 最后呢要来谈是 中共将在七月一号庆祝这个建党百年哦 那么有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发表一些谈话哦 当然这个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但是现在我们比较想要知道最新的状况 就是说基于这个大活动的一个举办 整个活动能够顺利来进行 是不是在北京哦 附近目前已经启动的相关的维安做法呢 宗翰 其实呢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他已经陆续的开始进行一些 故警搭设的工程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建党百年的 这个庆祝活动呢 他是选在这个天安门举行的 那虽然呢 并没有阅兵的一个仪式 但是呢 就目前这个演练来看呢 会有这个军机在上空有这个排列队 这个飞行 按照之前的公布呢 这个习近平也会发表一些谈话等等 那因为呢 有这一些庆祝活动 所以呢 在六月的中旬开始 天安门广场呢 在假日的时候就进行封闭 然后呢 周边的街道区域呢 也都开始陆续封闭 分段的封闭来进行演练 那在六月二十三号开始呢 这个天安门广场就会整个封闭起来 一直到七月一号 他所有的庆祝活动结束 相关的物件拆除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呢 会有这个军机的演出啊等等 官方呢 近期也宣布了 这个北京市的区域啊 禁止这个飞行的高度 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 然后呢 规模小的这些无人机 这种飞行器等等 都不准在北京的范围里面 飞行 那么并且呢 在通州这些地区啊 如果有圈养这种姓鸽 赛鸽等等鸟类 必须要圈养起来 禁止飞房 然后呢 其他的行政区的这些 圈养的这个鸟类呢 每天星辰到下午三点 都不可以放飞 就是因为可能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有很多 对对对对 这个演练 所以是禁止放飞的 那另外呢 在禁息呢 一直到7月15号 如果要寄进北京的 这一些物品包裹 邮件 快递 全部都必须要经过安检 并且禁止投递 到北京 天津 河北 就是这些无人机啦 然后有飞行能力的航空模型啊 等等 或者是包含相关的这个 头戴式的显示器 相关的零组件 这一些物品是在这段期间 那也是禁止寄往北京 天津跟河北的 这个等于是维稳的行动 已经启动了 那这个是针对物品的部分 那另外呢 其实在5月底开始呢 北京这边也开始加强查气这个日租套房 那就我们自己所在社区大楼呢 有受到影响吗 有这个管区啊 我们的台湾是讲管区 就是这边的这个派出入所的警察 他就会登门来查气 那隔个两三周之后呢 还会再回访 他会再来确认 那另外呢 在地铁站呢 他的这个领检也更频繁了 以往比较少有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呢 每逢只要这个重大的政治节日的时候呢 在地铁站都会有警察 随机的对乘客来检查你的证件 那大概从昨天开始 这个北京 至少我们所在的这个二环内的这个地铁站 已经开始有武警来战绍了 那这样子的规模呢 就像之前两会的时候才会有的 是 好我想套句中国大陆所说的 方方面面做好维稳工作 希望能够做到滴水不漏 而且从五月份开始 我想这个七月一号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的确是一个大日子 当然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些状况发生 好非常谢谢中央社助北京记者 妙宗翰 那么带来有关中共建党百年党庆的活动 那么最新北京的一个情况 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也谈到台湾开放企业团体 对外采购BMT疫苗 中国大陆希望能够透过上海的代理商来恰购 怎么样来解读 还有台湾民众要前往中国大陆接种疫苗 到底有哪些规定呢 非常谢谢宗翰 今天带给我们你在北京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宗翰 谢谢您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共同再会